她突然把我夾在沙發上 然後就是要拆X我 然後說我真的不想要 然後之後她居然給我翻臉走的人 就是這樣甩門就走 說不幹 那你約我來幹嘛這樣子之類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Ella 歡迎收看Ella大指導 直男真的只能跟女生主愛嗎 我覺得你可以開啟直男的那一道開關 我就是變平天后 我會改變你們的頻率 我幫你們頻率調節一下 你們就知道什麼不一樣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去攻略直男呢 這些你都可以在Ella大指導裡面找到答案喔 所以你有辦法把直男整個敗彎這樣嗎 完全沒有試過 然後就是疑似神主婦 像我男朋友就是那時候 拍MV我的菜就是被我敗彎的那一個 大概是三四年前的時候 因為我遇過一個男生是體院的 超高超壯的籃球隊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想要試試看之類的 因為那時候我家住在體院旁邊 所以如果那時候用招呼軟體的話 就會有很多體院的人 但是你用的招呼軟體是男生專用的 沒有都是侵入異性戀的世界 決戰異世界 都是男 反正那男生就是問我說 天啊怎麼辦 我要開始懷疑自己的性向了 為什麼跟男生XX的爽之類的 不然我跟三星座我是Gay嗎 我怎麼會喜歡跟三星座 你有什麼技巧嗎 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 不需要任何技巧 你就是漂亮 溫柔 男生就是視覺性的動物 還有一次是我跟國小同學一起去泰國玩 就是我有個三星姊妹你們睡在他旁邊 然後他叫男生回家之後 他怕吵到我們喔 他跟那個gogoboy一起把那個雙人床墊拉去廁所 然後在廁所搭坐 那個gogoboy就是好像也沒有跟男生做過 然後他就印不起來 然後根本要印不印的 我說也太不專業了吧 他應該要先吃個威爾罡也是什麼的吧 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們真的想要開發指南 然後那些指南要無三斤 威爾罡真的要準備好 因為有些男生真的會緊張到暖掉 你說你有遇過那種就是 他不知道你原本是男生 房間的錢都已經付了 說好啦算了還是做了 以前我就是 都會騙人家說我是女生 一看他們就發現 然後他們都會突然說 我家狗一直在叫 我就回家餵狗 這樣我氣死了 我都騙你了 然後有一次 有一個男的真的是很我的菜 然後他就是全身刺青 很像流氓這樣 我那天就是突然叫他一聲 主人 然後我說啪 他以為SN很好 就啪 然後窩我一巴掌超大力 然後 我當下快哭出來了 然後我就說 你可以控制的力道嗎 然後他說 對不起 我已經發現他想要逃跑了 又跟那些什麼要餵狗的人一樣要走 然後他就說 好那你等我一下 我現在去買保險套 你在家等我 然後他就是 急急忙忙走出去 我就知道他不會再回來 好死不死 他鑰匙都在我家 然後他就說 我求你開門一下 我鑰匙沒拿 我說你剛剛拿我一巴掌耶 你給我在外面拔掉十分鐘 然後 我就死不懷到鑰匙 其實我遇到很多男生 會拒絕我 真的都是因為性別 我有時候會覺得說 是我很醜嗎 可是我發現 有鮑魚就一百分 今天問題就是出在我多了那一根 每次遇到這種踩到鐵板的時候 我就是覺得說 齁 如果今天是女生 就不會有這些問題了 那趕快去變啊 變完之後你也不會有月經 好那我覺得你先讓我用用看好了 好用的話我立刻變 我有時候會想說 如果今天我是真的一個女生 我真的要這樣子像魔鬼 然後到處被看嗎 我覺得人不輕狂往少年 年輕的時候愛玩什麼都是正常的 可是 對啊 因為有時候你都會想說 如果今天是女生就好了 可是就算是女生也會有一些那個不好的啊 因為你看喔 女生被人家這樣弄 可能懷孕嘛 懷孕 拉小孩又是上女生的身體 那你還會想要去變性嗎 就是以你看到姐姐我 你不是有看過我下面嗎 有 還這樣幹 可是 因為在我自己的觀點裡面是 我真的很喜歡自己的身體 因為我從來沒有討厭過自己的身體 我會覺得說 我如果去變性 就代表我投降了 我認輸了 可是變完性可以讓你更投躍 我還是不會 因為我覺得 我很怕 我付出這個犧牲後 得到的 不是我要的 因為你還是想要大招這樣的人 我很想要快感 因為其實 農完乳之後 抬頭沒感覺我已經很難過了 那如果連下面感覺又少了一半 如果連他都不見了 那我死好了 可是說真的 他不見你 反而心意就沒有那麼強 因為被切掉真的是沒有什麼心意 對 很難啦 但是女的菜是長怎樣 刺青流氓 海軍陸戰隊 職業軍人 平頭黑的壯 不用太壯 你有遇過那種就是騙當人家要打你的嗎 要 有一個是獅子做的 超級火爆的 性愛這件事如果有一方不想要就是強暴 然後他給我感覺就是 我沒辦法接受說一個男人 一進來就叫我吹 然後都沒有切起 我覺得你要我幫你吹可以 那你至少要幫我魔法 這是我基本的原則 我覺得做人要互相 然後那一天我真正不喜歡這種暴力香香的人 然後要逼我吹要幹嘛 然後他就覺得我好像很想被他幹 我真的喜歡他 可是我不喜歡他的態度 然後他突然把我壓在沙發上 然後就是要 然後說我真的不想要 然後之後他居然給我翻臉走人 就這樣甩門就走 然後我說 那你約我來幹嘛這樣子 有一次我朋友他說他約一個人去他家 然後之後 他們就在沙發上大喇息 喇到一半 那男人說 這是什麼 他說你是男的對不對 你是想被我幹 轉過去不要讓我看得定 然後突然從包包拿出一個狗臉 這樣子把他算住 然後我跟他朋友說 他就轉過去然後被他幹 然後他自己偷打手這樣這樣子 那你有玩過多人運動嗎 大概在五六年前的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約到一個金門回來的海軍木戰隊 然後他們三個人剛好放假 然後他們在旅逛 廣播派遊 就是再多約一個 然後就是 兩個三姓 但是三個男生 然後就是 裡面有一個是最帥的 有一個是比較矮一點 然後機器比較小 可是剛好裡面其中一個三姓很喜歡那一個 他們就是好像三男站兩女 顛鑾倒縫 然後那時候因為燈很暗 然後他們還把對方認錯 我想說 欸這男的是剛剛有上過 啊不是我不是我是那個那個 然後就是 我還搞我 我也說 沒有啦沒有啦 我是跟姐姐的 我是跟妹妹的 什麼的 就是聽說他們那一晚就是 每個人都射了三姿 就是有一次我朋友他約一個男的 然後男的到他家樓下之後就 可以三個人嗎 就是一上來 帶那個朋友竟然帶那個 X 我那朋友就被嚇死 超害羞的 大家覺得為什麼 有些男生 他們喜歡被舔後面 然後他還會噴水 然後把那些男生嚇死 噢 他會噴水 為什麼 你不要衝 我會衝 你是我這邊 你是我的朋友 我不是沒有你 我求你 那台灣哪個地方你沒有約過的 花蓮有嗎 花蓮 所以我那時候我們去花蓮 應該是主持校園活動吧 對 我就約到一個阿美 六七年前 他的夢想是當小兒科醫生 超級帥 是臉是彭一眼然後黑黑的 他一進房間他就很害羞 他就坐在很遠的地方 我在床上 然後我們還用手機這樣子聊天 就是用手機說 你才看到你要過來 我說我很害羞 然後他說他很害羞 我就是躲在棉被裡面 就是把棉被蓋住 然後我們就感覺在帳篷裡面 然後我們就在接吻之後 他就突然黏住我鼻子 然後故意讓我們把他呼吸 然後就是這樣 變得好浪漫喔 當下我已經開始在幻想說 我跟這男生 我們可以一起在花蓮一起種田 然後他當小兒科醫生 然後可能在那邊 拆葡萄拆水果 拆平過 已經想超遠了 我也想說我們的房子長最一樣 我要幹嘛 他是小兒科醫生 然後我可能是英文老師 然後我們已經帶上 他媽想超遠的 然後 隔天真的是一夜情 就是 坐完然後就沒 過完那一晚就什麼都沒 啊爽喔 其實 真的爽不爽是你要很愛這個人 然後你要真的前戲什麼的都很足 女生要的是有戀愛的感覺 戀愛泡女優感 就是這些 如果你要給女生 其實女生超容易運轉 那說真的 北中南哪個地區的 你覺得最優質 我還是最喜歡南部人 我覺得很有人情 妳說南部嗎 高雄太難 南部的人比較大方 改變之雖美麗 因為那是我們活得的證明 改變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因為一點點累積 我們就有機會翻轉這不完美的世界 我覺得我們姐妹們真的不要擠 不是你愛的人不愛你 也是你偏偏要愛你不愛的人 就是如果這些一些男生 因為你是男生而不愛你 那就不要啊 就不要理他們了 我跟你講 不要為了一棵樹 放棄一整塊森林 然後也不要為了別人去改變你自己 你要發自那天的愛你自己 然後去找那些愛你的人就好了 不要為了那一兩個 因為你性別 不喜歡你 那又怎樣 下一個一定會更好 我會一直這樣子鼓勵自己 那我也希望可以鼓勵到所有的LGBTQ的職員們 很正能量 後面突然變得很正能量 那影片到這邊呢 要準備進入更加辣的部分啦 那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加入我們的會員 這次A拉大直督呢 我們就會員影片見囉 掰掰 她的經歷 我是每天看她的數據約的 我當然會覺得她講的東西很無聊 因為我早就知道她平常在幹嘛 哈哈哈